詞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第一个Y25垂直缸作用 从0帧升到30帧 升高35mm 一般我们是用30fps 变成30fps就变成缩小一半 从0帧升到15帧Y25作用时间是多少 那就是15除上30 就是0.5秒 那么Y25 on就开始往上推 推了0.5秒 那就跟我们的一般抓PRC 0.25秒 多了一倍时间 所以呢 Y25作用的时候 它应该只能到 0.5 0.25乘上30 就是7.5帧 没有半帧的 叫7帧就是7帧 8帧就是8帧 那15帧 那15帧 我们就抓8帧 是Y25的作用帧数 那么后面7帧 就是PRC的Input 40的Response时间 那我们就 把这个 移载的过场动画 重新做 那重新做 又花很多时间 那么党名要杀掉 要重新改 很不方便 那我们这一节 就要讲 我们怎么样 能够很快的 把 OP 变成8帧 Input 反应时间变成7帧 把我们这个 算是四段的 sequencer 很快的把它改好 好 那么开始 那么0帧 的地方 我们不要动 也就是Y25 反应到最后 15帧的位置 要把它移到第8帧的位置 那怎么移 滑鼠的可手 放在这个 橘红色的点上 它会变成白色 当它变成白色 有反应的时候 我们按了滑鼠的左键 然后 向左拉 压了不方 往左拉 那么上面会显示8 就是到8的时候 我们把它松手 所以这一点 Y25 到第8帧的时候 它作用完毕 那之后 8到15的时候 是 imput 40反应的时间 所以下一点 Y24开始反应时间 我们要把它拖到 这个地方来 拖到15帧的位置 所以一样的 花束放在点上 换了颜色 变成白色之后 花束左键 按着 向左拖动 当上面拉把 显示失误的时候 松开花束左键 那Y24结尾的位置 也是一样 换颜色之后 花束左键 点到 不放 左键点到不放 向左拉 那15加3 15加8 就是23 上面拉把显示 23的时候 松开花束左键 让到30 23到30 就是PLC37 的反应时间 那么下一段 也是一样 按着左键不放 多到30 的位置 松开手 让这个一样 花束左键 按着它 当上面显示 38的时候 松开花束左键 让这个也是一样 变颜色之后 花束左键 按着它 向左拉到 拉把上面显示 45的位置 松开花束左键 那这个一样 向左拉动 45加8 53的位置 松开花束左键 那结尾 红色的线 也要把它拉到 60帧的位置 好 那么Sequencer 我们不需要存 它内定就会存起来 那我们先来看它整个的运作 那五行中 它整个缩小的时序 帧数 少了一半 所以它整个的运作 一再的时间 就所减为一半 总共是60帧 60帧出上30 就是2秒钟 运载时间是2秒钟 我们现在来放大荧幕 给大家看整个仪载 点到荧幕之后 IF11 我们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之后 按Play 那么就快很多 那整个病年式的9站加1站 10个Sequence 做病年式的自动控制 那全部缩一半 从13秒就可以缩到6.5秒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讲 怎么样去调整 时序Sequencer的时间的位置 就是按到 拖动到新位置 然后放开手 1.1.1 那么很快就可以把它整个修正完毕 1.1 长天 缘和情太多 泪眼已浑浊 躲进的香火 上夜一色情笑瑟 梦堂黄沙一星辰 泪雾红尘一干额 一笑一剑一笑过 死亡木鸦断魂波 随我独捉一篝火 男生就隔座上座 一生一世一沉默 茫茫的大漠 嘿 谁在尝尽呢 长得观山越 人积了寂寞 喝一口烈酒 孤狼在心窝 风在耳边后 深情的穿着 茫茫的大漠 嘿 谁在尝尽呢 老师再于磨刺下出 我们放中解决 杨茫黑 сделал 所以现在的西纹 沙悟脑以 ao葫尼芬之绘的